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的是本章第四节 关于资产损失的所得税处理 可以说在我们整个企业所得税的学习中 这一节的内容是最轻松的 因为就考试来讲 这一节它的考点也少 考试的命题概率很小很小 如果说有考题出现的话 那在近三年里面 唯一一次就是一个选择题 很简单 好那说到资产损失 在所得税前的这种扣除 那我们知道呢 前面的在第二节里咱们都提到了 那当然在税前扣除的这个要求里面 可以扣除的基本项目 成本费用税金损失以及其他 那不是就有损失吗 那我们说这个损失是可以扣 但是呢 它有一些叫做管理上的要求 所以这个知识点 主要就是提了一些管理上的要求 因此呢 涉及到特别具体的 很细的内容呢 并不是很多 那我们在这可以作为一个一般的了解 那咱们现在所执行的这个管理上的要求 也有点老了 说的是财税2009年的这个关于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 所以里面有一些呢 也不是说特别这个 就是按照现在的啊 这种实际的执行 因此作为考试来讲 那它就要求更不高了 那在这我们就了解一下 那就是在资产损失当中所涉及到的资产 它不仅仅包括我们一般所说的这种 这个应收账款的呀 是吧 贷款损失啊 现金存款啊 还包括像投资的 像这个固定资产存货 这些有形资产的 而且呢 这些损失 它的来源 或者说形成的原因吧 有可能是自然灾害的 是吧 那也有可能呢 它是因为这个主观的主观的原因 那这点在资产损失的这个形成上 是吧 非正常损失的处理上 和我们前面的增值税的这个要求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这里主观客观原因都是所得税的啊 叫资产损失 而在增值税里面 我们只强调主观原因的才叫非正常损失 好 那有关于这一节的考点 咱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般了解 好 那这样在资产损失当中啊 我们了解一下以下内容 首先就是资产损失如何来进行确认 那有一些资产损失呢 它是在会计上 真的是实际发生了的资产损失 这样呢 我们会计上做处理 然后呢 税法认可 但是有一些资产损失 它是没有发生 或者说可能会发生 那我们也给它 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认定为法定的资产损失 所以这样的资产损失到底怎么确认 那咱们列了以下这几种资产 首先呢 提到了就是这种债权类的 不过这个债权呢 是除了贷款类债权 因为像一般企业来讲呢 一般企业 它没有什么这个贷款 但只有这样银行 金融机构 除了这样的以外 那其他的像什么应收啊 预付啊 这种属于债权类的这个资产 那他呢 要减除可收回金额以后 确实无法收回的 这样的确认为坏账损失 坏账损失可以进行税前扣除 但是你为了今后可能发生的坏账 而计题的像这种信用减值准备 这是不可以扣除的 那这样呢 我们就列出了一些 叫做债权类的发生损失的情形 这个情形一会儿 我结合着例题来说 但是呢 有一些他的这个条件的判定啊 这种叫做定性的 我们通过一般的常识性的了解 其实都可以能够想象出来 比如说这个债务人他已经这个去世了 不在人世了 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这种损失是吧 债权类的损失 那你确认不确认呢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确认为法定损失的 另外还有一些呢 他是就有量化标准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提到了 那就是债务人预期三年都没有清偿 三年以上这个时间这个量化标准 而且呢不是说一够三年肯定啊 而且是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已经无力清偿 那这样的债务 咱们说这个是叫做法定的 可以确认损失的啊 所以像类似于这样的法定确认损失的 我们就在2021年的考题里面出现了多选题 不过下面所提到的这些内容 咱们有一些就是刚才提到的逻辑上的判断 是吧 所谓成人的基本思维 你是能判断出来的 好那下面提到的这个损失 是会计上已经确认为是损失了 那么在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呢 比如刚才提到了债务人 债务人本身呢 他已经是死亡了 或者说呢 他这个财产 以及遗产不足以清偿 是吧 这时候的应收账款 那肯定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 叫做确定为法定损失了 第二呢 说的是债务人预期一年为偿还 这时间不够 所以你即使没有基本的这个内容都看到 这个时间已经足以让我们把这个B选项给他排除掉了 那C选项是与债务人也达成了重组的协议了 这个达成协议之后 那我们依旧无法追偿的那部分应收账款 那不就是重组的损失吗 所以这个应该是 否则咱们就出不来债务重组损失的 税前扣除的规定了 债务重组的损失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最后第一选项呢 是债务人被依法都吊销营业执照了 这样他就进行了清算 是吧 清算之后 他的资产仍然不足清偿移住账款的 这种损失都是非常明显的 确实无力偿还的 所以他们作为资产损失 可以税前扣除 这就是我们曾经在近三年考题里面出现过的 没有什么这个争议 也没有什么难度的 是吧 这样的命题 好 那么除了资产损失当中的债权类 我们还有一类是投资类的 那他的这个资产损失 同样也是减除了可收回金额以后 无法收回的 其实都是指净损失 那这样的这个股权投资的损失 我们列出来了几个 那他一样也是 有的就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出来 你都已经是吧 破产了 关闭了 解散了 都注销了 那这损失那肯定是认可的 另外那就提到了 有具体的量化标准的这几项 比如说被投资方财务状况呢 是恶化了 累计发生巨额亏损 巨额的标准没有 但是已经连续停止经营三年以上 三年以上不开张 而且没有重新恢复改组的计划 这是一种 另外对被投资方不具有控制权 投资期限借满或者投资期都超过了多少了 超过了十年 而且呢 被投资单位连续三年以上进行亏损 资不抵债的 所以就这样的时间的表述 那他一般的都是给你的非常清晰的 考的就是量化的时间 以及呢 被投资方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累计发生巨额亏损 完成了清算 或者说清算期间 光清算都超过三年了 所以这里面提到的 不是三年就是十年的这样的相关规定 我们做个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这个资产损失的第三类 就是存货固定资产 这种有形资产 它是比较能够比较直观的能看出来 它是不是损失了 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说 说到的这个存货或者固定资产 它损失的原因呢 有可能是属于回损报废 是吧 这样的固定资产或者是存货 那往往呢 这个回损报废 它是属于叫什么呀 有正常的有非正常的 比如报废呢 它就是这种固定资产 是吧 它的使用年限到了 报废了 那也有可能呢 使回损是吧 由于这个自然灾害等等 回损 这个都是属于叫做固定资产没有了 是吧 还有呢 就是被盗了 是吧 这肯定是明显的啊 因为什么呀 主观原因管理不上造成了被盗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 咱们的所得税的对损失的规定 回损报废的 那就是以净值作为咱们的净损失 所谓的净损失 那就是它的账面净值 然后呢 扣除 扣除什么 保险赔款 责任人赔款 因为这种回损 它也有可能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回损 所以有责任人的赔款 那要是被盗呢 同样也是 那它是扣除了这种保险赔款 责任人赔款 所以特点是一样的 都是该扣的扣完以后的 净损失作为税前扣除 所以在净损失里 对这些有形的资产 那有这么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那就是你有可能是管理不善 也有可能是正常的这个 保费 还有可能呢 是非正常的这种自然灾害 那么不管怎么说 在所得税之前 这些损失它都是可以扣除的 但是和增值税的要求就不一样 增值税呢 提到的非正常损失 是吧 它是管理不善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主观原因所造成的 而所得税里面所说到的损失 那就是主观原因造成的 这个客观原因造成的都算 都算损失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增值税里面所说的损失 和所得税里所说的损失 给它结合在一起 那怎么来考虑呢 那就是增值税里说了 如果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损失 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 这个损失 它在购尽的时候 存货固定资产的进向税额不得抵扣 是吧 那么不得抵扣的进向税额怎么办啊 我已经买的时候 已经支付了增值税了 那么现在呢 你又不让我抵扣这个增值税 所以呢 它就记录所得税的损失 那这样的话 在增值税里面做的 进向税额转出不得抵扣的那部分 进了所得税的损失 等于在所得税前是可以扣的 所以这部分损失看好了 是属于增值税的非正常损失 增值税里面不能扣 但是在所得税里面 这样的是可以扣除 但是要符合管理的规定 好 那么这种问题呢 当然综合题里面我们是有过命题点的 但是这样的问题 咱们实际上呢 在前面的第二节 讲这个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都已经说过了 比如说这个企业管理不善发生了材料的变质 原材料的变质 那因为库存的这个外购原料的成本 是总共65.58 含运费5.58 因此在做增值税的管理不善嘛 这主观原因 进向税额转出的时候 那你就要按照增值税的要求 因为原料和运费 他们在购进的时候 抵扣进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进向转出的时候呢 那也是不一样的税率 那这样的 它已经抵了进向了 所以要做相应的进向税额转出 这个是在增值税里不得扣除的 那在所得税里呢 它是进入咱们的总损失 那就意味着所得税前 它是可以扣除的 当然还取得了保险赔款 所以问问你 到底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损失是多少 那我们的正确答案 那就是要把这个增值税的进向税额转出 先算一下 多少呢 那就是货物的按13%税率 刨出来的这部分运费的 按照9%的税率 所以进向税额不得抵扣的是8.3% 而这个不得抵扣的 这在增值税里面是不得抵扣 在所得税里实际上是可以抵扣 因为它既损失了嘛 这样呢 所得税的损失 那就是你本身已经没有了的 管理不善的变质的原料 是65.58% 再加上不得抵扣的增值税 买的时候一做了进向 现在呢不得抵扣算损失 然后再减去 我们进了这个就是保险公司给你赔了的 进了这2万 所以净损失是71.88% 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资产损失在增值税里面是不得抵扣 在企业所得税当中是准于抵扣 它的差别就有了 好的那么涉及到这个资产损失 还有一个其实不叫资产损失 但是他在这也提到了 那就是关于这个境内境外分别都有营业机构的这个处理 那就是你要分别考虑你的损失 那如果说是境外机构发生了损失 不光是资产损失 是整个的经营的亏损 它不能在境内的应纳税所得当中进行扣除 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资产损失 是你整个境外的亏损 不能够在境内的所得当中进行弥补问题 那涉及到资产损失的税前扣除 咱们还有一些管理规定 做一般了解就行了 那就是准于在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 我们实际上呢有这么两种分类 一种呢叫实际损失 一种呢叫法定损失 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债权啊 投资啊 是吧 它是达到了那个标准了 它就是叫做可以确认为 税前扣除的法定损失了 比如说超过三年 是吧 还没有偿还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呢 它也还不上 但是也不排除今后它有还上的可能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在符合条件的时候 就先确定为它是法定损失 好 那对于这个实际损失和法定损失来讲呢 我们这提到了一个实际损失的具体要求 那就是在你会计上 是已经发生了 会计上已经做损失处理了 这样的年度来申报你的实际资产损失 所得税前扣除 不过申报的时候呢 现在这个随着放管服的改革啊 咱们已经减化 这个减少了很多的这种行政的手段 行政的干预 因此纳税人呢你只要是在填报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时候 有一个资产损失税前扣除 及纳税调整明细表 是吧 这样呢你在表当中就填这么一张表就行了 不像以前的各种这个损失申报表 另外呢这样的表 这相关资料是吧 你也不用说报送到税务机关了 你自己留着备查就行了 今后呢有这个检查的时候 你拿出来能够呢 证明你自己的损失 也就是说咱们更多的 那就是纳税人 你要遵从税法 是吧 当然税务机关也要遵从 双方呢都是对税法的一个遵从 所以被查就可以了 那我们同时还了解一下的 就是以前年度实际的资产损失 如果在当时没有进行这个税前扣除 比如说以前年度 咱们假定说是2019年的资产损失 它没有在2019年进行资产损失的扣除 这样呢等19年多交税了吗 可以在追捕确认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当中 进行扣除 比如追捕确认年度是2022年 这样呢可以在2022年来进行这个 应纳税额当中进行扣除 是吧 那我们说这个2022年扣完了要不够的话 才往以后年度来进行递延 好整个这一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可以说在我们的考试题目当中 也就是关于损失确认的条件选择题注意 另外那就是涉及到存货的这个净损失 它的确认和增值税的关系 在综合题里面进行关注就行 好本节我们就介绍这些内容